羊毛毡是历史悠久又充满创造性的手工艺 带您看羊毛毡高手如何创造事业 模样逗趣的小兔子 这些可爱的动物光用看的就很疗愈 但是不说你一定很难猜出 其实它们都是羊毛毡戳出来的 作者是它 设了个名叫毛边的部落格 以拟针动物广为人知的猫拓 其实踏入羊毛毡领域是个意外 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这样子戳戳戳 然后就觉得 很忽異 就想说那个毛软软的啊 就这样戳一戳 它就会变成娃娃的东西嘛 就觉得很神奇 然后后来戳完之后就觉得 我戳出来是海豚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起初猫拓只戳可爱的胸针 分送好友 但是日子久了 野心越戳越大 猫拓开始接受订单 自我挑战 鸟是第一届拟针作品 那其实鸟是还蛮难入手的拟针作品 因为你需要去处理它脚的问题 就是你要去接触别的媒材 就是说你不能只是碰羊毛栈而已 就是说你会慢慢开始有一点超模型或是雕塑的方向去找想法 动物的眼珠 现在做宠物定制这样的规格的话 那这种都是里面有骨架 就是说你一开始做之前 就是要像做雕塑那样子 你要先画一个草图 然后把骨架的部分定位出来 然后从骨架开始做 然后因为你等于是 正式在慢慢长那只动物出来 所以你就是要去了解它的骨架的构造 还有它肌肉的构造 也需要一点基本的了解 所以你就要去查很多资料 有时一只狗光看毛的走向 就可判断功力高低 你同样是花时间把毛一束一束直上去 可是每个人做出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短毛的狗跟长毛的狗 它的毛飘逸的程度就不一样 所以你有些要让它服贴身体 有些要让它有飘逸的感觉 就会比较困难 坚持拟针 细腻 就得再三斟酌调整 毛拓越钻越入迷 但是这份努力未必被外人看见 当你一天大概最多做两个的时候 那你那个作品的定价就不可能太低 可是你要考虑到说 客人对这个东西的观感 他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娃娃 布偶之类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 他们心里面的期待 就会跟你的定价有蛮大的落差 通常一只拟针动物 得花两三个礼拜才能完成 虽然后费心力 但毕竟是自己的兴趣 它仍甘之如頤 继续用经验和实力 凝结动物们可爱的身影 真的是份既辛苦又可爱的事业 谢谢您收看 赢在地球村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